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第十一根手指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二案 纸面轻尸 一个人走向邪恶 不是因为向往邪恶 而是错把邪恶 当成他们所追逐的幸福 玛丽雪莱 没有特案组就破不了案了吗 冒冒失失的 我故作淡定 这不是师父也不在吗 大宝说 师父去的案子是全国性的流窜持枪抢劫杀人 估计不破案 公安部不会放他回来 碎尸案很难吗 我说 我们经守的碎尸案有机器没破 别怕 我们努力吧 走 我和大宝走出几步 发现林涛还站在安检门口发呆 我折回去推了他一把 说 哎 要我帮你喊魂吗 现场位于闹市区 一个破旧小区门口的垃圾箱里 是你发现石块的吗 一名拿着笔记本的民警问道 穿着清洁工制服的老者 闭着眼睛 使劲摇了摇头 说 没有 没有 我就看见里面一团邪乎乎的东西 就报警了 是我们接到110的指令 过来发现里面是人的尸块 辖区民警说道 地上摆着一张白色的塑料薄膜 市公安局的法医 正在从垃圾箱里倒出来的垃圾里 清理着尸块 我和大宝走进市局法医 点了点头 加入了清理尸块的行列 林涛则拿出多波段光源 观察垃圾箱周围的痕迹 白色的薄膜上 已经放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尸块 你们动作挺快啊 手机这么多了 我戴上手套 拿起一块有绳索捆绑的尸块 是啊 市局喊法医说 别的兄弟正在这个小区 其余的垃圾箱里经历 我估计除了头和内脏 差不多都找圈了 我嗡了一声 继续观察这堆尸块里最大的两块 一个尸块 是尸体的骨盆和大腿上端 尸块的上端 是沿着腰椎尖盘整齐切断的 下端 则是堕碎了两侧骨骨的中端 另一个大尸块 就是没有胳膊的上身躯干 其余的小尸块 应该就是双臂 双腿被剁碎后的残骸 这两个大尸块 有个相同的特征 就是在尸块的外侧 都被凶手用刀子 割出了横行的窗口 有几厘米深 一根拇指粗的绳索 勒在两边的窗口里 绕了两圈 并打了个结 这两侧的窗口 就像是两边的绳槽一样 韩哥 你看这种捆绑尸块的方式 倒是挺独特的 我说 韩法医点了点头 是啊 这种割槽捆绑 是为了方便拎 如果没有这个草 捆上去的绳子 很容易滑脱 不用包装物 直接拎着尸块 抛尸到住宅区 我说 这凶手的心理素质 还真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凶手 应该有交通工具 韩法医说 不然太容易暴露 如果有交通工具 为啥还要割槽捆绑呢 大宝问 我沉思了一下 说 可能是为了提高效率吧 你想 一手各拎着一大块 他砍不开的大石块 一次可以抛弃两块尸体的主要部分 韩法医停下手中的工作 用钱币擦了擦前额的汗珠 说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这么多小石块 很显然 应该是用包装物包装着的 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包装物 我估计是用包装物携带 然后从包装物里倒进了垃圾箱 它为什么要倒进来 而不连包装物一起扔进来 大的石块也没包裹 大宝说 那个 我猜 它就是为了让我们发现 我和韩法医出了一身冷汗 没出声 头找到了 王法医从远处跑了过来 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污渣袋 有包装物吗 我和韩法医一口同声地问 王法医摇了摇头 说 没有 就扔在小区后门口的一个垃圾箱里 而且经过确认 尸体的内脏 应该没有抛弃在这个小区里 头扔在后门口 韩法医说 其他所有的石块 都被倒进了前门口的垃圾箱里 这个行为 说明了什么 远抛近埋 大宝说 这是规律 这是分析命案凶手远近的常用手段 一般有藏医尸体行为 比如 埋藏尸体的 说明尸体埋藏地点 离凶手比较近 而抛弃尸体没有明显藏匿行为的 说明凶手是从别地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 凶手离这里远 我问 肯定的 不然他连包装物都不用 大宝说 我点了点头 说 不过 这不能解释为什么 是抛弃在前后门口的垃圾箱里 我估计 这就是凶手的行驶路线吧 韩法医说 肯定是有交通工具 既然尸体基本找权了 那为什么凶手 没有把内脏也抛弃在这里呢 我问 那可不好说 林涛插话道 说不准凶手杀人 就是为了他的内脏呢 大家的脸色都铁青了起来 解剖台上 一具完整的男性尸体 正在逐渐被我们拼凑出来 尸体的胸骨被砍开 这是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尸体 看着尸体胸腹部的窗口 回想着林涛刚才的话 我们的脊梁都冒出了冷汗 微博上倒是经常有谣言说 杀人取内脏进行器官移植 大宝说 但这是不靠谱的谣言呢 没有经过配型 用这样粗暴的方式 抛开尸体 取出内脏 咱不说能不能生存 就无军状态都达不到啊 不会是这个 我说 这可是基本取走了全套内脏 不会是 林涛一脸恶心的表情 吃人的 大家一起白了他一眼 那凶手为啥掏内脏 林涛说 我倒不是非常关心这个 我说 如果凶手是为了内脏 那为啥要碎尸呢 直接包覆不就好了 韩发一抿着嘴轻声说 看砍痕 凶手应该是略懂人体结构 却又不太懂 知道从锥肩盘下倒 但不知道 从其他的关节下倒 费了这么大的劲碎尸 肯定还是为了 更加方便抛弃尸体 凶手力气不小啊 大宝说 这一大块尸块好几十斤呢 重点不在这里 我说 大家的意思是 如果凶手有逆时抛尸的行为 说明死者和凶手是熟识的 如果凶手是为了获取人体的内脏而碎尸 那么凶手就不一定和死者认识 那么你们现在的结论是熟人做案 大宝问 大家一起点点头 算是了统一思想 除了内脏 尸块都找圈了吧 我问 实习生看了看尸体 摇了摇头说 腹部的软组织缺一块 还少了个耳朵 其他基本都全了 正常 林涛在一旁插话道 野狗野猫那么多 叼走两块吃了 任你再有本事也找不到 等到明天就变成猫猫狗狗的代谢中产物了 长得挺帅 总是这么重口味 不合适啊 我看着林涛笑道 林涛挑了挑他那一双浓眉 说 谁说的 你靠我这用词多文雅 尸体上 尸体上没有损伤和窒息的真相 大宝说 目前没法确认死因是什么 没内脏 也没法收集足够的血液 我们该取什么剪裁 进行毒化检验 韩法医说 哈哈 天无绝人之路 大宝抬起前臂 推了推眼镜 说 膀胱居然还在 有尿 偷毒杀人可不多见 一般都是女性杀人的手段 韩法医说 我看不会是女人干的 大宝说 女人拎得动 那么重的石块吗 如果是车开到垃圾箱旁边 韩法医说 挪动个位置 还是做得到的 那也不可能 大宝说 哪个女人下这么狠的手啊 又剖腹 又挖内脏 又碎尸的 女人心里 达不到这么彪悍的程度 那可不一定 韩法医说 你看这四只长骨的断断 都是反复用砍气砍机才砍断的 断面非常整齐 说明砍骨刀非常锋利 但再看这碎骨片 至少得是砍了几十下 如果是个男人 三五下就应该砍断了 你见过女人独自分尸的案件吗 大宝说 你还别说 我还真经历过好几起 韩法医笑着说 时代不同了 女人顶了不止半边天 所以女人也能干碎事活 我一边蹲在高压锅的旁边 煮齿骨联合 一边听着大宝和老韩的辩论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齿骨联合马上就煮好了 我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找到师员 一切即可迎刃而解 高压锅在电磁炉的高温作用下 吱吱发响 锅盖上的透气口 扑扑扑地往外喷着气 整个解剖室里 都弥漫着一股肉香 但是可想而知 这种肉香令人作呕 自从亲自煮过骨头 大宝皱了皱眉头 我就再没喝过骨头汤 至于吗 我减弱电磁炉功率 慢慢地打开高压锅盖 用止血钳翻着锅里的骨头 干活用的是神经系统 吃饭用的是消化系统 井水不犯喝水啊 你是自动挡高排量啊 韩法医说 这也能换挡的 煮骨头 是为了让紧密附着在骨头上的肌肉组织 和软骨以及骨膜 更容易被剥离 这样就可以完整地暴露骨质面 从而进行观察 我从一锅乳白色的骨头汤中 捞出了尺骨 用止血钳一点点的玻璃软组织 很快 尺骨联合面的形态 就暴露在眼前 大概也就三十来岁 我说 拿回去我们再算一下具体年龄 还有 毒化得赶紧做 不然拼尸体拼了这么半天 都不知道它是咋死的 各位老师们 负责拼尸块的一名实习生 突然打断了我们的思绪 为啥这里有十一根手指头 我们几个人一听 赶紧聚拢到解剖台旁 如果死者是一个六指 对寻找尸源 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 实习生接着说 手掌我们都拼完了 这个人不是六指 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意思 韩法一接话道 意思就是 这些尸块里 有一根手指头 不是这个死者的 哦 我说 我知道了 我们刚刚破获的案件 就是死了两个人 当时 我们怎么拼尸体 都觉得不协调 结果DNA检验 是两具尸体 可是 这个不太一样 实习生说 这个尸体拼起来 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多出这一根手指头 解剖室里 顿时沉寂了下来 剖内脏 多根手指 割槽捆绑 这一切的一切 让人障二合尸 摸不着头脑 那个 大宝打破了寂静 不管怎么说 死者是男性 身高1米75 中等体态 30岁左右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了 等DNA结果出来 我相信 我相信师员 很快就能够找到 是啊 韩法医也自我安慰 似的说道 死因 有可能是中毒 死亡时间 是两天之内 也就是6月3日左右 我们能提供的信息 也不少了 他们都在自我安慰 我倒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难道还有个无辜的冤魂 正在看着我们吗 他是谁 他的手指 为何会在这里 秦科长 秘书科的小胡 突然跑进了解剖室 打你电话你没接 估计你在解剖台上 刚才陈总来电 让你把这个案子 交给市局 然后 你赶紧赶去清香市办案 又发生什么大案了 我问 好像是一个 副市长被杀害了 这边的案子 我们还站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呢 而且看起来有些复杂 我不能叫 我一方面有些生气 另一方面 也是舍不得丢弃这个 一看就充满挑战性的案件 我顿了顿 接着说 法医是为老百姓干活的 又不是专门为他什么领导 干不干活的 理解一下嘛 小胡说 当地的法医要避嫌 所以必须由我们出马 而且这是命令 你有意见 也只能保留 我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 默默地 脱下了解剖服 赶到清香市的时候 夜幕已经降临 来不及歇息一下 我们就在一辆呼啸着的引路车的带领下 赶往事发现场 一个高档小区 小区位于市区的开发区 挺僻静 现场除了横七竖八停着的几十辆警车以外 没有多少围观群众 小区的北边是七八状六层建筑 南边是十几状两层建筑 现场位于南边两层建筑的其中一幢 南边两层楼房中 每个单元门分为东西两户 每户都是富士楼 一幢房子就两个单元 四户居住 那个 这相当于连体别墅吧 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好像我们可以直接干活了 我见市局的几名横检员 正在收拾器材 应该是完成了初步的现场勘察工作 引路车上跳下来一个一级警督 走到我旁边 低声说 这个单元的东头就是中心现场 我们临时征用了西头的这间没人住的屋子 作为临时专案指挥部 不如我们先去见一下市委秘书长 不就是个普通凶杀案吗 我皱了下眉头 至于这么兴师动众 林涛拽了一下我的袖口 耳语道 哎 行了 愤情啊 别让人家说我们省厅的民警 不讲政治 哎 这是我们市委秘书长包陈斌 一进门 一级警督就唯唯诺诺地向我们介绍 眼前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 女人一身整齐的黑色套装 长发披肩 面容娇好 眉宇之间重斥着一股傲气 如果不看周围的那些点头哈腰的官员的媚态 谁也没法相信这个年轻的女人身居如此高位 包秘书长头都没抬 看了看表说 市委市政府对本案高度重视 希望你们在一周内破案 你们可以去工作了 另外 你们的工作效率可以再提高一点 她的傲慢激起了我的愤怒 我把笔记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拉开椅子 毫不客气地坐下 说 先介绍前期工作进展 包秘书长抬眼 冷峻地盯着我 吐出两个字 保密 那就对不起了 我说 作为鉴定人 我有权拒绝受理不具备鉴定条件的鉴定 如果前期调查结果未知 那么本案就不具备鉴定条件 说完 我收起笔记本 转身准备离开 一级警督赶紧走过来 畏惧地看了一眼包秘书长 把我拉出临时专案组 他说 小小劲 小人得志 我是新上任的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王杰 案件情况是这样的 丁市长的保姆今天下午报案 说丁市长被杀了 保姆 哦 准确地说 是小时工 王局长说 这个小时工 应该是每两天到丁市长家里 打扫一次卫生 前一段时间 他的母亲去世 所以 他请了一周的假 今天 小时工回来恢复工作 中午十二点左右 到丁市长家 发现一场就报了案 专案指挥部和现场只有一个走廊之隔 说话间 我们已经穿好勘查装备 走进了现场 怎么一股腐败的味道 我揉了揉鼻子 是啊 王局长说 尸体高度腐败 小时工上了二楼 闻到味道 就直接报警了 我 我转脸看了眼门口 挂在墙上的温度计 显示室内温度 三十一摄氏度 我说 至少好几天了吧 不上班 没人问吗 据调查 最后一次看到丁市长的 是他的驾驶员 王局长说 六月一日晚上送他回来 丁市长说 有篇调研文章要在一周内叫 所以让他们一周内不要打扰他 现在还有领导自己写文章的 林涛说 而且他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副市长真的是个好市长 王局长有些沮丧 他是省委宣传部下来挂职的 妻子早亡 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上大学了 平时他挺连接的 很少出去应酬 都是自己做饭 这房子也是市里租下来给他住的 我的抵触心理瞬间消失了 六月一日是周六 今天是六日 大宝在掰指头 我们走上二楼的卧室 一股恶臭迎面扑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 隐约看见床上 有一个人形的黑色物体 我们觉得法医负责人 是协议人的亲戚 王局长说 所以我们觉得法医被市委要求 全体回避了 我惊讶到 都有协议人了 王局长的眼光有些闪躲 这个 市委要求保密 不如你们先工作 我没再为难王局长 看了眼写字台上的笔记本电脑 很简出力过了吗 王局长用眼神把问题丢给身边的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沈俊毅 沈支队点点头 说 有指问 但是没有鉴定价值 我见笔记本电脑处于待机状态 于是戴上手套 敲了下回车键 显示屏亮起后 呈现出一篇文档 关于鼓励本市各类文学作品发展的可行性报告 文章只写了三行字 我查看了文档的属性 建立时间为6月1日22点05分 死者就是在这个时间遭袭的 我指着显示屏说 那个 同意 大宝说 文档建立后 只写了三行字 显然是刚开始动笔就遭袭了 我绕着床走了一圈 除了床上惨不忍睹的景象外 其余一片平静 没有什么异常吗 我问 呃 没有 沈之队说 家里很干净 感觉有一些灰尘夹层阻击 但是很凌乱 重叠 破坏 没有多少价值 我的天哪 大宝突然叫道 这尸体怎么没脸 尸体原先是被床上的毛巾被盖住了头部和全身 先前出警的民警到达现场后 掀开脚部的毛巾被 发现双脚已经腐败成墨绿色 就把毛巾被恢复了原样 因为法医没到 所以现场勘察员们 之前也并没有检验尸体 所以他们都没有掀开死者头部覆盖着的毛巾被 没有发现这一奇怪的景象 被大宝抖然一吼 惊得我心脏 砰砰乱跳 我强坐镇定 走到床侧 朝尸体的头部看去 大宝说得不错 尸体的头部毛发一下 确实呈现出一张 均匀的 墨绿色的面容 隐约能看到鼻形 却真的没有五官 在昏暗的灯光下 乍一眼看去像是一个面部蒙了丝袜的劫匪 又像是恐怖片里的污蔑人 我蹲下身来 仔细观察这一张 看不到五官的面旁 怎么可能 沈支队和王局长一口同声 难道死者不是丁市长 他们走过来看了一眼 却啊的一声惊叫 不是丁市长 也不该没脸呢 此时我已经镇定下来 用手指按了按尸体的面部 面部的皮立即皱了起来 我顿时明白了 嗯 其实尸体的面部 是被很多层纸覆盖 尸体腐败后 腐败液体把纸完全进尸 和面部其他的部位颜色一致 再加上这里灯光不好 所以看起来像是没有面孔一样 室内温度湿度都很高 虽然只过了五天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成巨人观 白色的床单 被墨绿色的腐败液体浸润 呈现出快快污渍 尸体成氧卧状 双手在背后看不到 应该是被人反吧 双足伸直 被黄色的宽胶带捆板后 又粘在床背上 我掀起了尸体 看见尸体背后一双发皱的手掌 同样也是被宽胶带捆板 尸体一被掀动 背后储存着的臭气 一下扑了出来 熏得我一阵发晕 随着尸体姿势的改变 尸体面部覆盖着的纸 在死者口部的位置突然裂了开来 尸将缓解了的下颌关节也随之张开 看起来就像这个无面腐尸 突然张开了血喷大口 而且还往外留着墨绿色的斧叶 正在勘察床头柜的大宝 扭头看了一眼尸体 吓了一跳 哎呀妈呀 你慢点 吓死我了 没有当地法医们的帮助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又不愿意来搬运腐败尸体 我和大宝只好亲自搬运尸体 我抬起尸体的双脚 大宝拽住尸体的双肘 因为尸体高度腐败 气体窜入皮下 加之组织的液化 尸体的表面变得光滑油腻 放力的时候 大宝手滑了 尸体砰的一声 重新撞击在床板上 把床上堆积的腐败液体建了起来 大宝看了看 手套上粘着的尸体腐败后的绿色表皮 又看了看被湿水溅上的 自己新买的衬衫 一脸纠结着恶心和心疼的表情 尸体肘部的表皮被大宝抓了下来 露出有密集毛孔的 绿色的腐败皮下组织 皮肤在断层面 还在往外冒着腐败液体和气泡 屋里的恶臭 进一步加重了 幸亏你抓下这块表皮 我说 它的肘部有损伤 表皮上还看不出来 表皮没了 反而暴露了出来 一会儿记得要解厌一下死者的四肢关键 半夜的殡仪馆里 我和大宝正在解剖室的无影灯下工作 尸体穿着一个平脚短裤和一个背心 作为一个副厅级干部 这一般只会是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的装束 死亡时间很清楚了 我说 根据魏内容的情况 死者应该是莫自尽餐后 五个小时左右死亡的 死者是六月一日晚上六点半 和驾驶员一起吃的晚饭 结合电脑上的文档建立时间 大概能推算出 死者是在一日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死亡的 十点遭袭 十一点半死亡 很合理 大宝自言自语 假床发干 内脏淤血 我切开死者的心脏各心房 心室 说 心脏里没有看见凝血块 只有流动的腐败液体 心血不宁 看来 它是窒息死亡的 我没有逐个打开双侧肘 腕关节和膝怀关节 这些关节处的皮下出血 称之为约束上 凶手在行凶过程中 如果有对被害人约束的动作 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这几个关节 只有控制了这几个关节 才能控制被害人的活动 果不其然 死者的双侧胳膊 腿的对应关节 都有明确的皮下出血 说明什么问题 我的声音 在防毒面具后 显得有些沉闷 说明他死前被人约束后 滚吧 大宝的声音 也有些闷 我摇了摇头 说 一个凶手 是没有办法对死者的 所有关节进行控制的 大宝想了想 然后使劲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 所以 我觉得凶手 应该是两个人以上 全身没有机械性损伤 而且颈部 口鼻腔都没有淤血 是怎么窒息的 大宝皱着眉头 再次在尸体 全身乌绿色的皮肤上寻找着 谁说没有 我指着尸体的颈部说 尸体的颈部 有几处平行排列的小皮板 隐藏在 已经膨胀了的颈部 软组织的皱褶里 这是小划痕 大宝说 划痕又不能作为 形成机械性窒息的依据 我又没说 这个是导致窒息的原因 我说 这些小划痕 应该是威逼上 大宝欧了一声 有约束 有威逼 这凶手 难道是在拷问他什么 我在考虑 怎么纳页死者的指纹 林涛插话道 这手皮一蹭就掉 我看了看死者 皱着皮的手掌 黑黑一笑 用手术刀 从手腕部割了一拳 然后 小心地掀起手皮 向下退去 死者的手掌皮肤 和皮下组织之间 充斥着腐败液体和气体 变得极易玻璃 所以 很快我就把尸体的手皮 像手套一样 完整地退了下来 拿着橡胶手套一样的手皮 我又小心地把这人皮手套 戴在手上 对林涛说 来吧 指纹板 我来呢 林涛瞪着大眼 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你你 我我我 你给我什么 我笑了起来 快来呢 拿着指纹那印板的林涛 嘟呐了一句 你太恶心了 我受不了了 在一旁研究死者 面部覆盖着的物体的大宝说 老金 我看出来了 脸上的这些是卫生纸 好多张的 这凶手是什么意思啊 大宝很费解 为啥杀了人 还要费劲去找一袋卫生纸 盖在死者的脸上 是反映出凶手的心态吗 可是他为啥不究竟用枕筋盖上 而且他用毛巾被盖住了全尸啊 为啥还要费劲 用卫生纸先盖脸 不可理解 我也觉得很纳闷 拿着那一打被大宝取碎了的卫生纸 贫结在一起 翻来覆去地看着 卫生纸贴在面部的一面 在口部的位置有破损 但是破损并没有贯通这一大卫生纸的全层 卫生纸的外面 则是完整的皱褶痕迹 突然我灵光一闪 我们不是还没有找到死者窒息的方式吗 原来是这个 哪个 大宝和林涛同时问道 铁家官 我说 铁家官是古代的一种刑罚方式 一般用于对犯人刑讯逼供 私刑职员将预备好的桑皮纸盖在犯人脸上 并向桑皮纸喷出水雾 桑皮纸受潮发软 立即贴在犯人的脸上 私刑人员会紧接着又盖第二掌 如法炮制 如果犯人不交代 会继续贴下去 直到犯人点头愿意交代 若不愿意交代 犯人就会窒息死去 若交代 撕下来的桑皮纸干燥后 凹凸分明 犹如戏台上 铁家官的面具 这就是贴家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死者没有导致机械性窒息的损伤 我说 但是脸上有这么一大卫生纸 卫生纸靠近面部的一面有破损 我分析 是因为卫生纸受潮后 贴在死者脸上 死者会用口唇和舌头的运动 顶破纸张来试图呼吸 但凶手继续贴下去 直到贴到这十几二十张 死者无法顶破卫生纸 从而窒息死亡 大宝和林涛都点头同意 铁家官是古代刑讯逼供的方式 我说 难道凶手 想从这个副市长的嘴里 得知什么讯息吗 他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 在一旁陪同我们进行尸体检验的审制队说 没什么特权 也没什么能够牵涉到别人重要切身利益的秘密啊 说不准是绝财呢 林涛说 不会 沈支队说 死者家里的门窗完好 没有被侵入的痕迹 而且家里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 怎么看都是报复杀人 不可能是金财杀人 门窗完好 我说 那应该是熟人作案了 不然半夜三更 副市长怎么可能给好几个陌生人开门 神之队面露南色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市委要求保密 搞得神秘兮兮的 他不就是个秘书长吗 大宝说 把自己当成是女特工了吧 收工吧 我这一天累得够呛 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都搞清楚了 而且 我们也知道是熟人作案 凶手两人以上 对死者有约束和威逼 而且凶手 还可能是想从死者的嘴里知道些什么 这些已经足够了 捆绑死者手脚的宽胶带 林涛带回去明天仔细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些证据 林涛摇着头 一脸失望 没戏 胶带边粘着纱布纤维 凶手是戴手套作案的 回到宾馆 我顾不上时间一晚 迫不及待地 拨通了省城市局法医科 胡科长的电话 我承认自己在这个副市长被杀案中 难以集中精力 罪魁祸首 就是那起发生在省城的 奇巧的碎尸案件 胡老师 怎么样 我问 案件有什么进展吗 电话那头是胡科长疲惫的声音 背景音是个厚重的男生 看来他正在熬夜参加专案会 毒物检验 证实了我们的推断 胡科长说 死者的尿液里 减出了毒鼠墙弹性成分 死者死于毒鼠墙中毒 既然被罪失 我们初步判断 是一起投毒杀人碎尸案件 我关心的是那第十一根手指头 我说 是不是两个人的 胡科长 哼了一声 所有的石块都确定是一个人的 就那根手指头确定不是他的 而是另一个男人的 我拿着手机 打开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 翻看着碎尸案件的照片 临来清香市之前 我拷贝了全套照片资料 这根手指头的断断 没有明显的生活反应 我说 不可能是凶手误伤了自己的手指头 而是另一个死者死后 被切下来的指头 可能会有另一具尸体 胡科长说 我们收到DNA检验结果后 就组织警力 调用警犬 对小区及其周边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一无所获 我沉默了一会儿 说 那失源呢 胡科长说 正在查找失踪人口信息 并筛选符合条件的 失踪人口的家人 进行亲缘关系鉴定 希望能早一些找到失源 另外一路人马 正在寻找独鼠墙的地下贩卖市场 看能不能从独猿上下功夫 独鼠墙是伪计药品 凶手能搞得到 我们就能查得到 挂了电话 我疲倦地瘫倒在床上 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思绪如乱麻 然后 我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被包秘书长 请到了临时专案指挥部 这个冷艳的女秘书长 已经收起了脸上的傲慢 和轻蔑 各位专家 请坐 她微微躬身 做了个请的姿势 她的理协下事 让我反而觉得不安 莫非是案件出现了僵局 或者我昨天的反击 降服了她的冷耗 受市委的委托 我今天来给各位专家 介绍一下案件的前期调查情况 包秘书长僵硬地笑了一下 说 其实 我们之前有个嫌疑人 是另一个副市长陈锋 陈市长和丁市长 一直是对头 证件不合 经常在市长办公会上 各执一词 甚至有一次 差点发生冲突 前几天 省委组织部正在考察陈市长 准备提拔为巡视员 结果公示期内 省委组织部收到了匿名举报信 并有一些陈市长收受贿赂的证据 所以 陈市长非但提拔的事情泡了汤 目前 还正在接受纪委的调查 所以 我们一开始认为 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 可能是陈市长顾兄 杀害了丁市长 我歪头想了想 说 还真的有这可能 据我们勘察 凶手在控制住死者以后 对死者有个威逼 胁迫的过程 可能是想从死者嘴里知道些什么 听你这么一说 说不准凶手是想让丁市长承认 是他举报陈市长的 这就是我请你们再次过来的原因 包秘书长 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 根据昨晚一夜的调查 现在基本可以排除 陈市长及其家人作案的可能性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也基本可以排除 他有雇兄的嫌疑 这一番话 暴露了包秘书长 态度转变的原因 案件果真是陷入了僵局 没有抓手 没有证据 没有协议人 现在这个冷傲的娘们 终于认识到了我们的重要性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哪里哪里 你是领导 吹个哨子 我们就该集合 谈不上请子 我冷笑了一声 林涛用肘戳了我一下 给我使了个让我闭嘴的眼色 包秘书长盯着林涛 对林涛充满感激的点点头 确实 我若再说下去 包秘书长会在自己的下属面前 颜面近视 那我们工作了 今晚给你个初步反馈 我心想 这娘们不会对林涛 动什么坏心思吧 重新回到二楼中心现场 我们又各就各位 对房间进行第二次勘察 这次是白天 拉开窗帘 光线很好 有利于发现一些 昨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线索 太阳越来越高 一束强光 透过窗户 照射在床上那张白色 却有着大块污渍的床单上 果真 我看见了一条 昨晚并没有发现的痕迹 林涛 你来看看 这条颜色改变是什么 我指着床边说 从大床中央的一大块绿色污渍开始 一直延伸到床檐 床单上 有一条连续的颜色改变 如果不是阳光测射 根本就不可能发现 这应该是无色的液体 巨湿床单 干燥后流下的 林涛说 但肯定不会是水 大宝拎起床单 颜色改变的部位 闻了闻 说 那个 我觉得是酒 酒 我半信半疑 也闻了闻 一股腐败尸体的臭味 有酒味吗 你不会是 昨晚自个儿跑出去 吃毒食 喝毒酒去了吧 你是不是偷偷拜了狗鼻子包展为师 林涛显然也没有闻出酒精的味道 这个装单 我拿回去化验 还有这个 我拎起满是腐败液体 和脱落表皮的毛巾被 塞进了林涛的物证袋 时间已进中午 我们再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个装潢考究的家里 平静到不能再平静 运走了尸体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窗外的鸟叫 依旧黄快 投射进屋内的阳光 依旧灿烂 他们怎么可能怀疑是陈市长顾兄 我突然觉得有一丝疑惑 你们想想看 如果是顾兄 死者怎么会给几个陌生人开门 他们不是说 已经排除了陈市长顾兄的可能了 林涛说 还有一个问题 我说 你说什么样的人敲门 这个丁市长会穿着汉衫短裤开门 还把这几个人引到自己的卧室里 你说的对啊 大宝说 楼下那么大一个会客厅不去 要来上面的卧室 而且家里来人 怎么说也要套个裤子吧 穿个裤头 成何体统啊 别人就算了 他可是个副市长 那 你们的意思是 林涛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想到 看来你们和我一样 被省城的碎尸案勾去了魂 之前我们推断有误 我回到专案指挥部 向包秘书长主动承认了错误 这起案件不一定是熟人作案 因为无论多么熟悉的人 丁市长也不可能半夜三更 带着好几个男人到自己的卧室 而且还穿着汉衫短裤 而且丁市长是来挂职的 不是本地人 包秘书长没接触过行政工作 对我说的这个论据 思考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那会是什么 不是说了门窗完好吗 犯罪分子是怎么进入现场的 有钥匙 我和林涛一口同声 可是这房子的钥匙 这有丁市长有啊 包秘书长转列一下 说 不对 那小石工也有一把 我微微笑了笑 说 查吧 我和林涛大宝来到了清香市公安局理化实验室 这是我们省第一家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的实验室 人才技技 设备精良 我准备陪林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 对床单 毛巾背上的可疑班纪 进行化验 这毕竟是我们这次复刊现场唯一的发现 对于小石工的调查 我相信侦察部门会在几个小时内就有结论 对付一个女孩子 太容易了 曲线在理化检测设备的显示屏上不断扭动 林涛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 说 还真是个狗鼻子 真的是酒精 大宝挠了挠头 说 那个 蒙对了 酒精 我皱起眉头 怎么会有酒精 你取样的时候都取了哪些点 取样不会有问题 而且多个取样点都出来了同样的突破 林涛说 基本可以肯定 从尸体身边一直到床边的颜色改变 是因为之前有酒精浸润 干燥后留下的痕迹 沉默了一会儿 林涛接着说 还有 整个覆盖尸体的毛巾被 都有被酒精浸润的痕迹 这么多酒精 我说 可是我们进现场的时候 没有闻到酒精的味道啊 尸体那么臭 早把酒香味给盖了 大宝唯一的毛病就是嗜酒 所以 也就你这个酒坛子能闻得出来了 我笑着说 不过现场没有发现成酒精的容器 说明容器应该是被凶手带离了现场 为什么现场会有这么大片酒精的痕迹 林涛插话道 凶手和死者熟食 来和他拼酒来着 大宝一副异响天开状 喝着喝着就吵了起来 于是凶手杀了人 没人理他 说过了 我们认为死者和凶手不熟食 我说 凶手应该是事先藏匿在家中 伺机动手的 那酒精从哪里来 林涛问 秦科长 一名侦察员跑进了实验室 小石工那边出问题了 嫌疑人也带回来了 小石工叫方香玉 二十一岁 高中文化 住在乡下 相貌平平 方香玉母亲去世 她回乡下老家办了后事 受了头七 刚回到丁市长家 就被腐败尸体的气味 给惊呆了 还没缓过神来 就又被几个便衣 给请到公安局 惊吓 疲倦 加至侦察员的软磨硬泡 方香玉没到两个小时 就说出了自己的罪行 方香玉知道 丁市长打光棍打了大半辈子 在半年前 趁着丁市长招商请客 酒醉归来后 百般勾印 丁市长一时热血上头 和他翻云覆雨了一夜 第二天 方香玉变了脸 提出两个条件 如果想要不被告法 一是不准辞退他 要一直保持雇佣关系 二是 每个月要增加一倍的雇佣金 当然 这两个条件 有个附属权力 就是丁市长可以随时向他提出性要求 每碗一千块 据方香玉反映 丁市长从此 再没有向他提出过性要求 对敲诈丁市长的行为 方香玉 共认不讳 但是对他故凶杀害丁市长的嫌疑 却大叫冤枉 总不能因为丁市长不提出性要求 就杀人 我说 这不合常理 那放人 侦察员问 我点点头 不过这个方香玉的周边关系 还是要多调查调查 毕竟除了死者 只有他一个人有这家的钥匙 哦对了 还有个事 上次我让你们看监控 怎么样了 侦察员说 一日晚上十点以后的录像 仔细看了 没有什么可疑车辆进入 也没有几个人 成群结队离开小区 我略感失望 点点头 说 还有 就是这个小区的各个生活垃圾箱 每天一清理 呃 一般都是一天一清理 侦察员说 我有些沮丧 如果不是一天一清理 可以找一找 每个垃圾箱里 有没有盛酒精的瓶子 酒精 侦察员问 是啊 我说 死者的身上和床上 有酒精浸润的痕迹 但是现场没有容器 所以 我们推测凶手 应该是把容器带离了现场 但是 通常这样从现场带出来的容器 凶手不会带回家 常见的是随手丢弃在现场附近的垃圾箱里 呃 小区的垃圾箱是集中到附近的一个垃圾站 辖区派出所民警插话说 垃圾站不大 而且 一周才会集中清理一次 如果容器是比较有特征的瓶子 我们发透警力 说不准可以找到 为什么一定是酒精呢 侦察员说 不能是白酒吗 大宝在我身旁使劲点头 呃 我也觉得是白酒 酒精没那么香 我仿佛是一只 被别人从牛角尖里拽出来的蟑螂 突然感觉神情气爽 醍醐灌顶 林涛 咱们再去现场一趟 中心现场卧室的旁边 还有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是客房 床上都没有被子 应该是久无人居住 另一个房间是书房 有一个写字台和一组连体书柜 物品摆放整齐 显然丁市长也不在书房里工作 书柜里除了整齐摆放的各类书籍以外 还有几个放着品种各异的白酒 对于一个单身已久 工作压力巨大的副市长来说 喜欢喝两杯是情理之中的 这两个房间物品摆放整齐 我们初次勘查 并没有对这两个房间下多少功夫 看看这边 我用勘查光源罩着书柜 指着最下层放置的白酒包装盒说 小师工芳香玉工作不仔细 书柜里的格栏上都布满了灰尘 我发现的这个白酒盒子 显然近期被人移动过 底部露出了一条 没有被灰尘覆盖的格栏 林涛戴着手套 小心翼翼地拿起盒子 随即转脸对我说 笑样 严挺贼啊 这个盒子里没有酒 盒子是空的 我们检查了书柜里 其他的白酒包装盒 都是沉甸甸的 不知道能不能肯定 这瓶白酒 就是浇在死者尸体上的白酒 这个化验不出来吧 我问 林涛摇了摇头 随即又点了点头 现在我可以肯定了 哦 我凑过头来看着酒盒 你看 这个酒盒上 有几枚新鲜的纱布手套纹 林涛说 是有人戴着纱布手套 拿出了这瓶酒 然后把酒盒放回原位 别忘了 我们之前在滚绑死者手脚的 宽敲带上 发现过纱布手套的纱纤维 戴着手套拿酒 我说 有人会戴着手套喝酒吗 现在可是夏天 我们一起跑到中心现场卧室 爬在地上 仔细地看着 哦 我和林涛对视了一眼 会心地笑了起来 临时专案指挥部 包秘书长在一张餐桌的中间位置上正经危坐 我们坐在这个餐桌的对面 还有几名公安局和政府的官员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为这个餐桌开专案会议有些滑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说 方向玉还同时在别人家打工吧 那是自然 包秘书长对我的开场白有些失望 可能他原以为 我会直接告诉他凶手是谁 既然是小施工 不可能只在一家服务 王局长 你汇报一下小施工方向玉的全部工作情况 王局长使劲地翻着笔记本 据我们调查 方向玉一般是每两天去一家工作半天 一共是在自家服务 也就是说 他的工作日程比较满 这四家分别是 丁市长家 这个小区前面六层建筑的第一栋 也就是 一号楼503市前一然家 这个小区一公里以外的 风景花眉小区 可以了 我打断了王局长的话 前一然是什么来头 哦 我还没介绍完呢 王局长指了指 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 又看了眼包秘书长 看来 这个包秘书长是冷傲惯了 他说了要王局长 介绍方向玉全部的工作情况 王局长就不敢只介绍一部分 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 哦 王局长可能得到了包秘书长英雲的眼神 杰毅然是清线人 37岁 以前开了个土煤油 赚了些钱 后来严打把他打掉了 他现在在清香经营一家饭店 生活方面呢 我接着问 离了一 二 三四 五 六 离了六次婚 没孩子 王局长说 方向玉走了吗 我转头问身后的侦察员 正在办手续准备放人 请他再多留一会儿吧 我转头对侦察员耳语了几句 侦察员转身离开 包秘书长皱了皱眉头 对我的思维大跨度跳跃 有些不耐烦 我注意到了包秘书长的表情 笑了下 说 美女别着急 现在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听见我对他的称呼 这个冷傲的秘书长的脸上 飘过一丝羞涩 即便当再大的官 首先 她是个女人 我心里这样想 首先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推测 凶手和丁市长 应该不是熟识的 对吧 我说 包秘书长说 是的 你们认为 她有可能有丁市长家里的钥匙 事先潜伏在丁市长家 四级袭击了丁市长 我点点头 记性不错 其次 通过勘查发现 凶手应该是在杀完人后 去现场书房找了瓶白酒 把酒倒在了尸体上 然后把酒瓶带离了现场 你知道凶手 为什么要往尸体上浇白酒吗 包秘书长的眼神里 仿佛闪瓶出一丝小女孩的幼稚 不知道 祭奠吗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祭奠用不着这么多 我认为 凶手 是为了焚尸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焚尸的目的是什么 我问 会是灭剧啊 包秘书长眼神里的幼稚 又多了一层 对 主要目的是怕我们找到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我说 焚尸的现场 一般都是在荒郊野外 人烟稀少的地方 这样 火光才不至于惊扰到无关的人 才不会被立即发现 你见过在小区里焚尸的吗 卧室这种纺织品最多的地方 还有助燃剂 一旦火烧了起来 邻居立即会发现 包秘书长张了张嘴 没说话 他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真正意思 却又不忍打断我的话 很多凶手杀完人会有逆施的行为 为的就是给自己准备逃离伪装的时间 我接着说 尤其是在死者家中杀人 最重要的就是 为自己争取逃离时间 如果杀完人就被人发现 那他往哪里跑 对呀 包秘书长说 一旦火烧起来 马上就有人发现 那为什么凶手还要准备分尸呢 那他哪还有逃离时间 问题就是在这里 我收起了关子 凶手不需要逃离时间 现场的酒精痕迹是成条状的 从尸体的位置 从尸体的位置延伸到床檐 经过今天进一步的勘查 我们发现地面一直到门口都有酒精痕迹 痕迹的尽头 有轻微的烧着痕迹 凶手是用白酒做了一个眼线 在离开之前点燃 当火烧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安全的了 我盯着包秘书长说 那么 现在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包秘书长躲过我的眼神 恢复了冷傲的表情 知道了 正是因为凶手住得很近 他只需要这么长的一条眼线 就已足够 等火烧起来的时候 他到家了 就不怕被发现了 对了 可惜火没能烧起来 秘书长有悟性啊 我戏略地说 不如跟着我干吧 包秘书长压制了自己的愤怒 说 如果凶手在小区门口有车 他不也可以迅速逃离现场吗 我说 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 这个小区不让外来车辆进入 小区的监控录像显示 没有可疑车辆 没有多名可疑人员 在事发时间离开 别忘了 我们推测的是 多名凶手共同作案 开始我以为 多名凶手杀人后 分别独自离开现场 那么 监控录像 就发现不了异常 但是 凶手没有给自己 留那么多时间 足以逐一离开 要走 必须一起走 那么 就一定会被监控录像照下 从犯罪分子的心理分析方面讲 人多目标大 必须尽可能拖延法案时间 除非附近有他的安全地 他无需拖延 你的意思是 前依然有作案协议 王局长问 是的 我说 他同时具备了和方向域基础 假注的禁这两个条件 那他为什么要杀人 毛秘书长说 他和丁市长井水不犯河水 唯一的交叉点 就是方向域 我说 问题 就在方向域身上 有线索了 侦察员 砰的一声 推门进来 要不要抓人 冒冒失失的 王局长怒目圆灯 他的手下 在市领导面前丢人了 慢慢说 侦察员说 方向域 撑前依然一直在追求他 可是他拒绝了 拒绝 我有些吃惊 这个女人 不是为了钱 什么都做的吗 别看不起这个女人 包秘书长说 说不准 他也挑人的 侦察员摇摇头 说 侦义然是性无能 一个小时前 侦义然被刑警队传唤调查 因为本案 没有提取到有力的证据 所以 我们在 前依然被传唤后 立即申请了搜查令 对前依然家 进行搜查 大宝是最积极的 你们看我说的 有没有错 大宝说 那种品牌规格的酒 三千多块一瓶 是限量出厂的 我估计 一千块 都用在做瓶子上了 那瓶子老漂亮了 平底楼空 里面还雕刻着一艘古代的那种帆船 酒味一变 那船帆就跟着变色 超级精致 谁看见谁喜欢 一说到酒 大宝就头头是道 他怀疑凶手 可能收藏了这个酒瓶 看来方香玉 在前依然家干活 真的不容易 方香玉一周没来 前依然的家 就已然不成样子 家里装潢挺高的 但是屋内 简直就是大拍档 茶几上横其竖扒的 都是啤酒瓶 一拉罐 地上布满了食品包装袋 餐桌上 还有餐缸冷制 和几个没洗的盘子 我们进屋后 简单巡视了一下 我说吧 大宝一蹦三尺高 看见呗 我是神探 大宝一眼就瞅见了 房间飘窗上的一个花瓶 花瓶里插着一束玫瑰花 这个花瓶平底楼空 里面有一艘 微妙微笑的帆船 等等等等 我按了下大宝的肩膀 你凭什么说这个瓶子 就是从丁市长家里取出来的那个 大宝清车熟路 拔掉玫瑰花 倒掉瓶里的水 指着瓶底说 看见没 这里有编号 我说过 这是限量出厂的高级货 每一瓶都有编号的 然后呢 林涛见大宝的兴奋劲 忍俊不解 然后 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什么然后 哦 你说同一人定啊 废话 现场酒盒上肯定也有编号 我记得 就是这个号 当时我还上网查了一下真伪呢 哈哈 你真是有先功夫 我哈哈一笑 收队 破案 钱亦然是个多情种 可惜 老天给了他个废身体 他开土梅瑶的时候 可以算是个大老板 住好宅 开好车 吃的是山泽海味 穿的是一身名牌 可是 他输在了女人身上 每个女人在认识他的时候 都含情默默 海誓山盟 闪电般结婚 闪电般离婚 因为他是性无能 而且 他又受不了女人的眼泪 不用上法院 婚就离了 每次离婚 他的财产就被分割掉一些 直到现在 他只剩下这唯一的一家小饭店 他和方香玉是一年前认识的 在一家家政中介里 虽然方香玉相貌平平 但是他淳朴的气质深深吸引了他 他认为他找到了真爱 当然 前面的六次婚姻 他到现在还觉得都是真爱 方香玉不是个扭扭捏捏的女孩 来他家工作没多久后 就主动投海送抱 他也试着像个男人一样 可是依旧不行 那次以后 方香玉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无论他送花 送首饰 对他都冷冷淡淡 难道女人对这个也这么看重吗 他想 香玉应该是个纯洁的女孩啊 她的眼神是那么的清澈 一定是她的家人要她生孩子 农村人都是这么传统的 一定是 她没有放弃 她认为她的热情 一定能彻底掩盖身体的缺陷 直到那一天 她发现方香玉买了新衣服和新包 心情也非常好 这不正常 一定不正常 她开始留心她的一言一行 她开始趁她干活的时候 翻看她的手机 你不想吗 想的话 我今晚就去 这是方香玉手机发建箱里的一条短信 发送给的人名 是丁 他的另一个雇主 不就是姓丁吗 同一小区别墅区的那家 都那么大岁数了 居然玷污着我爱的女孩 她是那么的年轻 一定是被她的甜言蜜语骗了 这个骗子 钱依然这么想 也就这么问 可是方香玉对她的回答 只有一句 关你什么事 无法入眠 必须要查清楚 开土没熬的 都会有一些打手 钱依然当初出手阔绰 也赢得了很多道上朋友的赞誉 于是她叫来了三个 关系很铁的混混 混混不会寄出开锁 于是钱依然就偷偷复制了方香玉的钥匙 当她逐一试验丁市长家门钥匙的时候 她颤承巍巍的 但当她打开丁市长家大门的时候 却不怎么紧张了 她带着三个人潜伏在储藏室里 等到丁市长开门回家 她看过很多电视剧 知道贴家官这种刑讯逼供的办法很奏效 她打定了主意 一是要搞清楚 这个姓丁的有没有玷污她心中的女神 二是要教训教训这个老不正经的 可惜她失手了 她只盖上去五打纸 这个姓丁的就不动了 真的死了 可是刚才她还会用舌头顶破卫生纸获取氧气 怎么说死就死呢 混混们吓破了胆 只有她依旧镇定 事已至此 毁尸灭迹 到家里多几天就没事了 钱亦然这样安慰着混混们 杀个人而已 怕什么怕 谁说拔毛凤凰不如鸡 她老大的风范 依旧不解 那束玫瑰花 是钱亦然买来送给方香玉的 她想给她一个惊喜 缓解一下她的丧母之痛 她一定会很喜欢这束玫瑰花 也一定会很喜欢这个意外得来的漂亮花瓶 你说 这个故事谁知错 林涛的声音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隐约不清 管他谁的错呢 大宝高声说道 那个 我就觉得吧 杀个贪官多好 非要杀这个清官 也不对 家里藏着这么好的酒 还真说不准 他是个清官 还是个贪官 什么是清官 什么是贪官 林涛说 当机社会 你能给我个定义吗 大宝挠挠头 快快点 我捅了捅驾驶员的肩膀 十一根手指那案子 师员找到了 有声小说 法医秦鸣 第十一根手指 第二案 纸面清诗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